城市它是对抗整个气候变迁的第一个防线 也凸显了这个整个地方跟城市 在加速气候变迁行动里面 可以发挥出关键性的作用 全世界大概有75%的人员消耗 是发生在城市里面 大概60%到70%的温室气体排放 还有90%以上的大气污染物 都来自于城市人类的活动 所以因此我们特别强调的说 城市的能源转型 它是因应于全球气候变迁最重要的核心 净宁排放是城市治理的重要课题 城市扮演着对气候变迁的前线角色 同时也是实现净宁排放的重要实践场所 我们将与各国各城市共同携手合作 加快净宁工作的脚步 为全世界迈向净宁的愿景目标 一起来努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